嗨大家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呢 其实我的本业是经营一间影像工作室 那我们影像工作室的这个 熟悉平面摄影师呢 其实不是我 是Vivian 嗨 嗨 我们婚礼婚纱的客人呢 其实都对她拍的照片啊 秀的照片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啦 占不绝口 那我就稍微放一些作品给大家看 那如果有需要 就是不管是平面或是动态的话呢 也欢迎联络我们 那一直以来呢 Vivian其实她都没有自己的一个相机包 就是她的要求也不算太高 就是要找到适合她自己的 但是我们通常在市面上找到的 要不就是长得不好看 那长得好看的可能会太大 那如果不是太大的话呢 可能就是稍微阳刚一点 然后长得比较像相机包 那她喜欢的相机包呢 就是要长得比较像 普通的包一样的一个样 所以以前我们出去拍摄的时候呢 她就是一个正常的Nike后备包 然后配上一个 我很久以前买了WONDER的 一个小小的相机包 然后里面就装一些相机跟镜头 那一直到最近呢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款 觉得蛮好看 然后也蛮符合她需求的一个相机包 然后她是来自一个品牌 叫做Earth 用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 然后VVM整体来说都是蛮喜欢她的 要功能有功能 要颜值有颜值 好不好 不管是男生杯女生杯都还蛮好看的 那刚好快要到这个圣诞节 或是跨年 或是说明年的新年了 所以我想说可以介绍这个相机包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送礼需求的话呢 不管是男生送女生或女生送男生 我觉得这个相机包 都算是一个蛮好的送礼选择 但其实这个包呢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我们等一下影片最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就是要开箱这个包啦 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位女摄影师她的相机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那她的型号呢 是Arcos Camera Backpack Set 20L Modular Backpack 加一个Camera Insert 售价是205的美金 大概就是台币6千块 那这个价钱呢 对于一般的相机包来说 也算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不算高 但也不算特别的低 反正应该一般相机包都是六七千块起跳的 那当然这个相机包 我觉得她最吸引人的就是她的外观 整体看起来很干净啊 很素很极简 没有太多多余的设计 那如果你是跟我跟VVM一样 喜欢这种很干净的设计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款包会很适合你 而且她的形状就跟正常的后背包长得差不多 我完全看不出来 它是一个相机包 材质的话 它是使用这个环保尼龙 然后可以防泼水 然后拉链也很扎实 很好拉 背带跟后面的这个背部设计呢 算是比较硬 她的材质比较硬 然后她的后面呢 是有一个像是软垫一样 反正背起来算蛮扎实的 而且她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设计 就是因为她的下面 底部这边是相机包嘛 所以她下面是一个比较平 然后比较硬的一个材质 她就可以这样这样子自己把它站起来 你就不会就是放下去 然后倒在倒去 要找一个东西靠 那像是我自己的相机包 那个去年有介绍过的Low Pro 它就没有办法站起来 好不好 跟主人不太一样 那颜色的话呢 VIVM是选这个黑色的 当初我们在选颜色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犹豫了很久 因为它的四款颜色都非常的漂亮 像这个沙色啊 土色啊 还有这个纠结最久的银白色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选择了这个 比较保险比较低调的黑色 毕竟是去工作的嘛 那黑色虽然很漂亮 但是它比起于其他的颜色 可能它的美就比较不会的那么的突出 背在身上的话呢 我觉得VIVM背起来还算是刚好啦 就是中等偏大一点 那我自己背起来的话呢 算是中等 然后稍稍微的偏小 那这边提供画面给大家看 然后旁边附上一下 我们的身高体重给大家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它所有的夹成 因为它还蛮多个夹成的 然后我们就顺便打开里面的器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相机包的部分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先看这里面有一个价钱 器材的部分呢 机身A74 那这台呢 一开始买它就是当做我的A7S3的影片的副机 然后副机 当时我们平面呢 是用以前的这个63跟6400 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 然后也顺便就是当我们的平面的机器 所以这就是VIVM的主机器 然后它的机器呢 基本上它都会帮它们取名字 它叫做 Friday 下面呢它有用那个底板 原本底板是我自己在用 但是因为我平常就是 假如说用稳定器 我就不会用这个底板 一开始VIVM也觉得它没有什么需要 但后面它就有点就是爱上它了 所以现在拍摄的时候 它也是会装这个底板 镜头的话呢 它有两颗 第一颗是2470 F2.8 GM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焦段完美 然后F2.8光全够大 另外一个 对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焦段 是85 1.8 这颗不是GM 这颗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那颗 对然后它拍起来也很漂亮 拍照的话还OK 那拍影片的话 有的时候会用它来拍一些特写的B-ROM 然后就用手动对角 对 然后这里面还有这个 Pick Design的这个背带 对这个也是一个MUST 主要工作器材讲完之后呢 就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些东西 还会再度拍一台相机 对 这台相机呢 就是各种生活日常 或是一些BTS可以抓拍的 因为就是直出嘛 然后也是频道算是一个 非常热门的一个影片 讲的一个相机 X-E5B 这台相机其实是VIVM的 它叫做Seven 因为这是我们七周年的礼物 算是我们人生中最喜欢的一台相机 之一 没有应该是VIVM最喜欢的一台相机 底部这边我们加了一个底板 然后前面加了一个这个 这个叫遮光斗遮光罩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只非常 不错的一支影片 这个就不多做介绍了 好不好 一台X-E5B 那接下来分享一下电脑好了 VIVM的电脑呢是一台 MacBook Pro的M1 剪照片的话呢 剪照片应该都是完全都OK的 所以就没有 还没有这个需求去升级 老板你说明年如果有些更多案子 他就要送我那新的电脑 那我说吗 有 对 OK MacBook 你说我要什么都买给 那你等一下小心 不要把它当作其中基材 接下来是我的闪灯 对 平面摄影师必备的一个闪灯 GoDucks 对 型号忘记了 等于它在这旁边附给大家 然后这颗在使用的情境呢 就是一些室内的环境 或是室外比较暗的时候 就是会用闪灯 那室内的话就是往上打跳灯 或往外面打跳灯 户外的话呢 就会往前直打 打一个那种底片感的感觉 接下来是这个Kindle 不是Kobo Kindle这个就是电子书 然后VVN最近就是蛮喜欢看书的 这种书还蛮酷的 就是你看很久你也不会伤眼睛 因为它的不知道它的技术是怎么用的 但是还蛮舒服的 然后它应该也可以耐电耐蛮久的吧 接下来是这个Orbit Key的一个 算是Tech Box Tech Organizer Tech Pouch 然后反正里面就是装一些 像它有两个SSD的硬碟 以前的话是一人一个啦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VVN拿两个 反正就是一个剪影片一个剪照片 所以两个都是1TB不大 就是前几支影片有讲过SSD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因为它的电脑是M1的嘛 所以它还蛮多那个插头还没有 就是像我的M1 Pro这么多 所以它需要这个Dongo 然后就是可以延伸出一些有没有的插头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AirPods Pro 这东西呢也算是我推荐给它的 然后里面当然还有这个充电器的豆腐头 这个Tech Pouch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太薄了 所以它的这个豆腐头不能装太厚的 所以它就是装这个薄薄的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SD卡的转接 USB-C to Type-C的一个插头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的捷克打影像工作室 它的名片 这名片也是花了很多钱啊 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用的话 一定会用的很丑 那女生的话就是会有一些要求 然后这边会放一个SD卡 就是如果可能忘记的时候 然后带这个出去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 就是有一张SD卡当作一个保险 好多种钱 夹层啊 然后它这边夹层的话就是装电池 那它通常的话会带2到3颗出门 因为平面的这个耗电 没有那么的吃电啊 好然后接下来呢 来分享一些小小的夹层 我一一打开检查一下 卫生棉 不是啊 这是它的皮夹 Otega Veneta BV 反正这是我 我最喜欢的牌子啊 我不知道它最喜欢的牌子是什么 算了吧 应该也是 反正很好看 然后我自己的皮夹呢是 我必须说啦 我比较喜欢以前的设计 就是这个小格子 那现在的设计呢 就是大格子 好像 你要说这个大格子不好看吗 也是蛮好看的 只是觉得小格子好像 做工比较细啦 就是如果硬要扯这个 工钱工费或是人力的话 我猜小格子应该会比较贵 但现在的话它格子越做越大 大家可以去BV的那个专柜看一下 现在格子都超级大 但也没有好换啦 我自己比较喜欢小的就对了 没错 好然后这边也是很多个小小的夹层 大家可以自己去利用一下 这边的话呢 女生的 就是你知道平常出去 我们一整天出去就会会流汗什么的 其实拍照很辛苦 我们很常就要一整天在外面晒太阳什么 然后身体就会臭臭的 也不是臭啦 但是身体就不会香 然后心情就很不好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随时带在身上 就这样抹 对啊 就大家闻到你也香香嘛 那你喷香水就好 这个呢也是香膏嘛是不是 手霜 这是手霜 就是擦手 是保湿吗 就是让手不要干干打 然后这两个呢 口红吗 这是一个是护唇膏 一个是口 另外一个加成 一个吹球 这吹球也是必须 接下来的话 请Vivin分享一下 背了这个一个月以来的一些小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 它这个口 它不能像一般的摄影包 好像是整个打开来 它会一直卡在一个 你看这样子有点卡在整个 所以当我很着急 要把我相机放进去拿出来的时候 就会一直在那边 一直开开 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我放水壶 但我出去的时候基本上 我是一个非常爱喝水的人 所以它上面没有水壶 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冰霸杯 反正这个冰霸杯的故事呢 就是前几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在网路 好像美国的吧 然后有一个火烧车 然后它烧完之后呢 它就 车子里面唯一安好的东西 就是这个冰霸杯 不要说它安好 它里面的水呢 那个冰块都还没有融化 所以这个冰霸杯就红起来了 这个Stanley的老板呢 就打电话给这个 po影片的这个人 因为他免费他们做了这个宣传嘛 然后卖报嘛 所以他就免费送了他的杯子之外呢 也直接陪了他那台车 就送了他一台车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就是他的致命缺点 他的致命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台湾买不到 对 就是我们打开他的官网 想要订到台湾的时候呢 他没有台湾的这个选项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看了 心痒痒想要买的话呢 你可能买不到 浪费你这么多时间 抱歉 すみません どうぞ 因为Vivin他的姐姐是住在美国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请 就是住在美国的他 帮我们定定到他那边 然后他刚好也要回台湾 所以他帮我们直接带回来 那如果你在美国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没有亲戚的话呢 他的Amazon也是买得到 只是Amazon的话 好像就是比较贵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价钱 或是我等一下再查一下 把它放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然后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是Louis 我们下支影片见 Peace 跟大家问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开车的时候 要怎么解决怒怒症这件事情 因为以前呢 我觉得我开车还算是蛮温柔的 应该说我整个人就是一个 温温柔柔 善善良良的人 基本上认识我的人 应该都会这么同意 但是有时候开车的时候 一握到方向盘 就会忍不住 应该说正常来说 平常在路上 或是平常生活的时候 我很讨厌一种人 就是态度不好的人 那我就会觉得 开车乱来 或是开车乱操车 乱按喇叭的人 就是态度不好的人 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们就是态度不好 然后我觉得很不爽 很不开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解决这个 怒怒症的问题 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 有一些小撇步的话 我有听说 就是可以把大家都想象成 自己的阿公在开车 但是 这个有点不太 不切实际 对 反正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他自己 假如你有些怒怒症的解决方法 欢迎提供给我 我自己目前想到的方式 就是都请别别开车 对 我也是 不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